好我請問一下你的國家叫什麼名字? 台灣 你的國家叫什麼名字? 那我請問一下中華民國是什麼? 台灣 中華民國也是我們的國家名字 好謝謝你 問一下網友提問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你的國家叫什麼名字? 台灣 那請問中華民國是什麼? 中華民國 什麼? 中華民國 不是我們國家嗎? 對也是我們的國家 我們國家名字我們是中華民國 台灣是我們的地名 問一下 是不是這樣? 因為你有一點疑惑的感覺 問一個問題 網友提問 請問一下 你知道我們的國家叫什麼名字嗎? 台灣 台灣 那請問一下中華民國是什麼? 台灣 所以到底哪一個才是我們的國家名字? 中華民國台灣 對 中華民國是我們的國家 台灣是我們生長在這片土地的名字 請問一下網友提問 請問一下我們的國家叫什麼名字? 我們的國家 對 呃 沒關係隨便回答 因為我之前也不知道 我們的國家嗎? 對 中華民國 對 那台灣是什麼? 台灣 台灣 台灣是什麼? 台灣是個國家 那到底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? 台灣 中華民國 台灣 台灣是中華民國 請問你幾歲啊? 呃 30 32歲 我們的國家是中華民國 那台灣是我們生長這片土地的一個地名 就好像北京 北京是一個地名 但北京不是一個國家 呃 對 對不對 對 我這樣講就比較清楚一點點 我問一下 請問一下網友提問 我們國家叫什麼名字? 呃 你要回答這麼敏感的問題嗎? 不敏感啊 對 就是大家都知道的啊 中華民國啊 那請問台灣是什麼? 台灣是這塊土地啊 你是剛剛有聽到我問問這個問題嗎? 沒有 哇賽 那你好厲害喔 你幾歲 19 19歲啊 觀念正確 國家有救了 好 謝謝你 謝謝 曾幾何時回答我們的國家叫什麼名字 變成了敏感的話題 我們大家缺少一份共識 缺少對國家的認同 我自己就是會堅定的 會堅定 對 我沒有辦法成為中國人 喔 你是 我沒有辦法 是應該說大陸人啦 就是中國大陸就是被他們統一我們不要 對 對不對 中國就是中國啊 大陸是什麼大陸 中國大陸 對我來說 中國的名字就叫中國 喔 所以你覺得中國就是中國大陸 我會把他稱為大陸或內地或什麼的 他就是中國 台灣就是中華民國 我也不喜歡中華民國這個詞 對 對我來說就是台灣 那台灣人未來如果真的有機會獨立建國的話 他們希望台灣叫什麼名字 這個可以另外再決定 大家一起討論 由台灣人自己來決定 這樣 最後 我要請大家不要謾罵受訪者 是我們的教育出了問題 2020 讓我們選擇最正確的人 讓我們從教育的基本做起 從教改做起 讓我們再一次找回對國家的認同 後來的進行 吧 我們來看